就遇上了一位奇葩的同事小颖 这小颖姑娘没别的毛病 就一条爱占小便宜 比如说小陈往办公桌上放一包纸巾 小颖特别爱随手的时候抽两张 结果这一大包纸巾三两天就用完了 有一天小颖又跑到小陈办公桌上想抽纸用 结果没找到纸抽 于是就问小陈抽纸哪去了我要用 小陈是一脸懵说用完了呀 小颖说哎呀那怎么还不准备呢 还怎么不换新的呢 还有一次小陈买了点好吃的放在办公室 打算下班回家 这个拿回家 没想到被小颖看到了 呀这个好吃啊 我拿两包啊 也没等小陈同意就拿走吃了 连声谢谢都没有 小陈挺无奈的就问小颖 你怎么总爱拿别人的东西呢 结果小颖这边还不高兴了 明天我买了赔你就是了 又不是多贵的东西斤斤计较 啊听这话的意思好像倒是小陈的不是了 要是遇到这样的同事啊 也是没谁了 网友评论 这人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 典型那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啊没听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这句话吗 还有人说啊 这个吃人家的嘴短呀 你怎么吃人家的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还有网友呢给出招的啊 再遇上这么不讲究的同事 干脆呢往小食品袋里边放点芥们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吃 咱还别这样啊 咱还是理智一点来解决问题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心比较大啊 大大咧咧的 没往这方面想 咱们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换个方式啊 这个委婉一点 告诉他自己不喜欢这样呢 也许就能解决了